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东阳警方报案 说我母亲从8月6号与阿姨相约去恒店买房之后 这好几天了都联系不上 接到报警之后 东阳市公安局立即展开调查 经过大量的走访排查 警方于8月13号晚上 在东阳市区振兴路民房的一个地下室里边 发现了两个有异味的水泥墩子 撬开十厘米厚的水泥墩子 里边竟然有两个大旅行箱 这一下子那臭味更是刺激扑鼻 现场的民警都赶紧戴上口罩 把这皮箱一打开 一个皮箱里边有一具女尸 已经开始腐烂了 经过法医鉴定 尸体正是吕某的母亲吕采珍和吕某的阿姨吕乔珍 这是姊妹俩 而这个民房地下室 正是吕某的阿姨吕乔珍家里边 命案发生之后 引起了浙江省公安厅和金华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 此案呢 被列为浙江省公安厅督办案件 出了这么大的事 让东阳警方呢 也感觉压力很大 恨不得呀 赶紧就把这凶手给抓住 案发的振兴路15号一栋 这栋楼看起来呀 有些年头了 一楼呢 是百货商场 上边有四层 是普通的住宅 吕乔珍呢 是住在三楼 已经在这住了二十多年了 这是东阳最热闹的城区之一 周边呢 还有一家大型的百货商城 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店面啊 所以呢 这原本就不宽敞的街道啊 这就显得更拥挤了 与这地面上的热热闹闹相比的 这个大楼的地下室 是安静的出奇 两侧各有一个进出口 可是很少有人会走进来 尤其发生命案之后 这里边啊 有一股子恶臭味 更没有人敢进来了 这吕氏姊妹的尸体 在地下室里侧的第五间 警方调查显示啊 遇害的这两姐妹 家庭呢 都不算特别的幸福 姐姐吕彩珍的爱人 几年之前 得癌症去世了 留下一儿一女 一直没改嫁 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 可想而知啊 妹妹吕乔珍呢 原先的老公啊 是老板 生意做的挺大 红红火火 但是2013年春节的时候 俩人离婚了 他这前夫呢 给了他一套房子和一百万 很快 警方得知一条线索 说死者吕乔珍 与丈夫离异前后 与一个长得很帅气的 年轻小伙子 打得火热 俩人呢 正在谈恋爱 这个男的 叫张海君 家住东阳市 恒电镇 武关唐村 案件发生之后 不知去向了 8月6号 姐妹俩原本计划 是去恒电买房子的 随身呢 还带了30万的房款 之后就失去联系了 紧接着张海君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难道是巧合吗 这栋楼的门口啊 有一卖水果的 姓潘 潘师傅呢 对于遇害的姐妹和张海君 印象都挺深刻的 据他说呀 那个女的挺漂亮的 打扮的也洋气 见面经常打招呼 听说前不久啊 和外地做建筑生意的老公离婚了 家里条件应该不错 那男的个子很高 相貌堂堂的 出手也很大方 从来都是买最贵的水果 潘师傅因为不知道姓名 说的这女的就是吕乔珍 说的那男的就是张海君 经过侦查 专案组认为 27岁的张海君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专案组经过梳理大量线索 发现张海君已经到了山东来武 8月14号晚上 抓捕组一行人 由东阳市开车几百公里赶往了山东来武 得到了当地公安机关的帮助 连夜投入工作 可是接下来整整八天的追捕工作 一直没办法找到突破口 你不知道他去哪了 8月22号下午 山东来武警方接到了一名当地市民的举报 得到线索 这追捕组的民警当然是异常的兴奋 在迅速核查之后 追捕组也锁定了张海君的行踪 原来凶手还真的是张海君 8月11号 张海君觉得事情终究会败露 就决定亡命天涯赶紧跑吧 可到哪呢 思来想去 决定来到山东来武 当天早上 往藏尸体的水泥墩上 又抹了四包胶泥 然后在地下室喷了一瓶香水 把租来的汽车开到了义乌乡下就扔掉了 然后买了从义乌到济南的长途汽车票 在山东泰安下车之后 租车去了来武市的雪野镇 张海君每天晚上都上网看新闻 就想看看自己干的这杀人案啊 有没有让警方给逮住 警方有没有查出来是自己干的 在来武啊 狡猾的张海君呢 每天出门都得换衣服 还得戴上墨镜和鸭舌帽 因为毕竟现在满大街的监控摄像头啊 让哪个拍着这都不是小事 再者说了让这过路的百姓看见之后 万一哪天警方贴个什么通缉令 那不就认出我来了吗 住旅馆的时候呢 也是借用出租车司机或者坐台小姐的身份证 给人点钱 哎呀不好意思 我这没带身份证借我用用吧 这样我给你一百块钱啊 一般人都愿意干 8月22号傍晚五点五十分左右 张海君与一个女人出现在了来武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家汽车4S店里 尾随而去的民警啊 悄悄接近他 将张海君当场抓获 对杀害吕氏姐妹并抢劫他们购房款的事实 张海君呢也是供认不讳 那他为什么要杀害吕氏姊妹呢 事实上啊 张海君之前一直自称是在外边做生意 还说做得不错 可实际上就是靠吃软饭 这吕氏姐妹啊 有一个侄女 咱们就叫小吕吧 在义务的一家艺术培训中心 当钢琴老师 没事的时候呢 就喜欢上上网聊聊天 2012年1月份就认识了网友张海君 张海君呢 就跟这小吕说啊 我身世多好多好 家里多有钱多有钱 其实呢 张海君在老家已经有妻子了 儿子都三岁了 张海君呢 长得是很帅气 一番甜言蜜语之下 小吕啊 很快就喜欢上张海君了 那么张海君和小吕 也就算是确定关系了男女朋友嘛 没过多久 通过女朋友小吕 张海君就认识了小吕的两个姑姑 也就是吕彩珍和吕乔珍 2012年10月份的时候 小吕呢就怀了孕了 小吕就提出来 要见见张海君的家长 毕竟都怀孕了 有孩子了 咱们呢 得赶紧订日子 得结婚 可是张海君呢 都以各种理由推脱 2013年1月份 小吕把工作辞掉了 和张海君一起住到了小姑妈 吕巧珍的家里边 那段时间呢 小吕就感觉男朋友对自己有些疏远 反而和姑妈走得是越来越近 俩人老是有说有笑的 张海君呢 还经常跑到姑妈的房间里边去玩 虽然感觉自己的男朋友和姑妈之间有点不太正常吧 但小吕呢 也没太往坏处想 2013年农历正月 吕巧珍正是和丈夫离婚了 得到100万的存款和位于东阳市振兴路的那套房子 5月份 吕巧珍打算装修房子 于是搬到了东阳市中山路附近租房子住去了 张海君和女朋友呢 也一起搬了过去 7月12号 小吕生下一个儿子 家人呢 本想着把小吕送到张海君家坐月子 但张海君又是一番推托 小吕呢 只能是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2013年8月6号早上 因为一点小事 张海君与住在一起的吕巧珍就发生了争吵 其实啊 张海君和吕巧珍之间呢 早就发生了男女关系了 这张海君呢 疑心还挺重 别看自己挺流氓啊 家里又有媳妇 外边又找个女朋友 最后还和女朋友的姑姑勾搭到一块去了 可吕巧珍要是和别的男的啊 哪怕多说几句话 这张海君心里啊 就不是滋味 他呢 这一天呢 就翻看吕巧珍的手机 发现吕巧珍最近和一个陌生号码打过电话 就怀疑吕巧珍对不起自己了 这吕巧珍一看这张海君这么蛮横 虽然咱俩是这种情人情妇的关系吧 但毕竟明面上来说 你是我侄女婿啊 你比我小一辈啊 吕巧珍也委屈也生气 俩人呢 就又吵起来了 并且 吕巧珍还提出来 咱俩分手 张海君这一下就气急了 正好桌上有把水果刀 抄起来这刀就把吕巧珍给杀了 吕巧珍的姐姐呢 当时也在他们家 正在厨房 在那做早饭呢 因为不是约着去买房吗 所以那天呢 也去得早 这丧心病狂的张海君 怕事情败露 又把吕彩珍给杀了 清理完现场 张海君当天晚上 就来到东阳江镇的女朋友家里边 装作若无其事 还跟这小吕家人一块打麻将呢 8月7号和8月8号 张海君买来钢具 手套等工具和一只拉杆箱 将吕氏姐妹的尸体就肢解了 放到了两个拉杆箱里 随后啊 他又把吕彩珍 吕巧珍银行卡里的60来万 转账到了自己的银行卡里 8月9号凌晨5点 张海君分两次 将两只装着尸体的拉杆箱 拖到楼下 雇了一辆黑面堤 把拉杆箱运到振兴路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 把两个箱子就拉往了地下室 并且用预先准备好的水泥砂石 把拉杆箱交住在一个长方形的水泥墩里边 在这期间呢 张海君给了自己在老家的妻子7万块钱 又给了女朋友小吕1万块钱 直到这时候小吕都没想到 这些钱都是从他姑妈银行卡上取出来的 潜逃期间呢 张海君是挥霍无度 每天花一两万 被抓获的时候 抢来的六十多万 已经用掉了一大半了 被逮捕之后 2014年1月9号 此案被移送金华市检察院 这起案件呢 案情不复杂 但是感情很复杂 这案子破的并不波折 但是啊 这个剧情却是十分的狗血 在这儿啊 还是给少男少女们提个醒 甭管是搞对象 还是去相亲 是吧 只要是事关自己爱情 事关自己终身大事 一定要知根知底啊 一定要考察清楚了呀 千万不要被人的外表所迷惑住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2013年9月的一天 河南郑州的一个男子啊 在一处废弃的采石厂的附近 发现了一句呀 被烧焦的女尸 这个男子呀 赶紧拨打电话报警 接到电话 警方和法医呀 很快就赶到现场了 经验丰富的法医 一看就判断出来了 死者的年纪呀 在48岁到55岁之间 死亡时间呢 超过两周的时间 通过对现场的细致勘察 警方就从沙土和尸体焚烧后的混合物中呢 筛选出了焚烧的残留物 经过分析之后 警方发现了 焚烧的这个残留物啊 是个编织袋 那么这个袋子 为什么会出现在 焚尸后的残渣里呢 它这废弃工厂里 本来就有的 还是随着死者 一块啊 到这里来的呢 另外 警方在现场呢 还发现了 白酒瓶 火腿肠 月饼 和两个板凳 通过现场的勘察 警方啊 在焚烧的残渣里 找到了编织袋的碎片 可是始终啊 没有找到死者的鞋 让人觉得 这像是一个抛尸现场 但是现场啊 出现的食物 和酒 又该如何解释呢 难道说当时是有人在喝酒聊天的过程中 产生矛盾了 这才引发悲剧的发生吗 于是啊 警方呢 就有了两种猜测了 一时认为啊 这是抛尸现场 另一种认为啊 这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那到底 哪一种猜测 更加接近 事实真相呢 警方把勘察现场的警力呀 分成了十个小组 分别到附近的乡镇的超市里 去查询 购买月饼 香烟呢 等物品 经过两年的排查 侦察员们了解到了 这几种东西啊 在现场周围呢 很普遍 几乎啊 每个超市啊 都能买到 所以呢 这超市老板呢 对这些东西的人呢 没有什么印象 在侦察员 走访超市老板同时 有一部分警力啊 继续在现场呢 进行勘察工作 在不远处 就发现了可疑的车印 通过调取 临近路口的监控录像 在半个月后 经过案发的附近的 这两种车辆啊 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看来 想通过车辆 来寻找嫌疑人 这难度啊 可讲而知啊 由于缺少任何 有价值的线索 侦破工作呀 一度是陷入了僵局之中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警方啊 开始调整工作思路了 想通过查找死者 锁箱的这个金属牙 和考词牙套的这个 独特的特征啊 来查找死者的真实身份 在海量的匿名电话中 警方接到了一条啊 极为重要的线索 爆料人称 死者很像 其在郑州一个酒店打工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女性 叫做李心慈 听到这个消息 民警迅速就赶到了李心慈 所工作过的那个酒店 酒店工作人员就告诉民警了 说这个李心慈啊 的确在这里工作过 但是呢 他年前已经辞职了 目前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不过说这个李心慈的一个好朋友 夏女士啊 还在他们酒店工作 兴许会知道一些李心慈的消息 侦察员呢 立刻就找到夏女士 了解情况了 从夏女士这里啊 警方就了解到了 这个李心慈啊 确实相有两颗钢牙 两颗烤瓷牙 那么难道这个世上 真有这么巧的事 还是说死者和李心慈 就是同一个人呢 从时间来看呢 李心慈失踪的时间 和死者死亡时间相吻合 警方调取了李心慈的家庭信息 发现呢 他十年五十三岁 婚姻状态是离 他有一个名叫李小五的儿子 警方就在想了 如果这个死者真的是李心慈 那他已经失踪了 接近一多个月了 他的儿子李小五 为什么没有报警呢 夏女士就说了 这个李心慈的儿子 李小五也不见了 那么李小五去了哪里呢 李心慈的失踪和他有关系吗 夏女士啊 曾经通过朋友到李心慈的老家呀 打听过 发现这个李心慈和他的儿子李小五啊 全都失踪了 谁也不知道 这母子二人去了什么地方 种种类似的老家 种种迹象表明 那句被烧嚣的女士啊 很可能就是李心慈 但是他的儿子为什么也失踪了呢 难道他儿子也遇害了吗 经过警方的进一步调查 警方这时候了解到了 李心慈来到郑州以后啊 认识了一个关系不错的男性 这个男人姓赵 两个人呢 迅速的就坠入爱河了 在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的时候啊 坠入爱河的李心慈呢 决定啊 辞掉酒店的工作 死心塌地的呀 就跟这个老赵在一起生活 这时候警方啊 又从夏女士这边了解到了 这个老赵啊 应该每天呢 都要和李心慈见面 如今这个李心慈 已经失踪一个月了 老赵却没有找他 这显得呀 就非常可疑了 警方立即派人去调查这个老赵 但是通过派查呢 警方发现 这个老赵啊 并没有作案的时间 而且老赵呢 还给警方看了李心慈 在9月1号 发给他的短信 根据这个尸体的检验的情况啊 9月1号 这名死者已经死亡了 那谁又会用他的电话 给这个情人发去短信呢 更为重要的是 这个短信的内容啊 写的是什么呢 说这段时间我心情不好 最近这阶段呢 你不要找我了 警方就在想了 你说如果这个死者 真的就是那个李心慈 那他应该在8月25号前后就遇害了呀 那你说这一条短信 是在9月1号发出去的 这又是谁发的呢 或许呀 只有尽快找到这个李心慈的儿子李小五 可能所有的问题啊 才会税落实出的 就这样 警方啊 就开始了这个仔细的寻找的过程 哎 没过几天 警方真的就把这个李小五啊 给找到了 可是 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 当警方找到李小五的时候 李小五直接就哭了 他哭着对警察说 警官同志 我承认 是我 把自己的母亲 李心慈 给杀了 啊 一听这话 警方 感觉到 这又特别的意外呀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作为 李心慈亲生儿子 这个李小五 为什么 要对他的母亲 下毒手呢 这背后到底 藏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秘密呀 这个警方啊 就开始对李小五 展开询问了 李小五是一边哭啊 一边啊 就把自己啊 杀爱母亲的原因 就给说了出来 李小五交代说 警官同志 我的母亲 李心慈 当年把我生下来之后 就离开我父亲 他和另外一个男人 结了婚 我从小啊 就生活在 那个男人的家中 那个男人呢 就算是我的养父 可是后来 我的母亲 又离婚了 2009年的时候 我从郑州的一所 一科学院 毕业了 当时 开了一家 严格诊所 由于我们这个诊所 开了之后啊 生意不错 所以 我和乌母亲的生活 才慢慢的 好了起来 警察又说了 那你们 生活逐渐的改善 这应该是 开心的事啊 那为什么 后来会导致 这个事情的发生啊 李教武说了 警官同志啊 我跟你说 又不怕你们笑话了 我母亲呢 在我开压缩的时候 由于呢 生活有所改善了 没什么事 所以呢 他就喜欢上大麻将 可是啊 在他打麻将的时候 就认识那个老赵了 我和我母亲的幸福生活 就这样被打乱了 警察说 为什么呀 那个李教武说了 静桓同志 自从两个人打麻将 认识之后 他们两个 就产生了 这个感情 而且私下里呀 走在了一起 警官说 那这不很正常吗 你母亲离异了 一听这话 李教武说了 不对 警官同志 我母亲那是离异了 可是那个老赵啊 是有家庭的 啊 有家庭的 对 警官同志 那老赵 是有家庭的人 可是还是勾引我母亲 和我母亲在一起 有了不正当的关系 但是那个老赵 曾经向我母亲承诺 说他一定会和他老婆离婚 而且呢 还会给我母亲买房子 说每个月 给我母亲 至少提供 一千块钱的生活费 可是 我知道 这个老赵 就是在欺骗我母亲 他呀 所得承诺 最后全都没有能兑现 所以 我的母亲 因为这些事情 逐渐就变得心烦气躁起来了 这个李小五交代说呀 他母亲由于和老赵的事情 得不到这个老赵的承诺的兑现 所以啊 脾气就渐渐变得焦躁起来了 而且这个李欣慈啊 一直呢 向往着妇人的生活 虽然自己儿子开了牙科诊所 那挣的比一般人可多了多了 可是呢 这李欣慈啊 还是嫌弃 自己儿子呢 没出息 没能耐 挣钱太少 而且啊 李小五的一个母亲李欣慈 最后 让儿子 把干了不到两年的牙科诊所给关了 就这样 儿子李小五啊 不得已呢 就把这个已经经营的很好的牙科诊所关掉了 另外呢 李小五这个时候啊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年龄了 当时李小五有个女朋友 他和女朋友 这段感情啊 可不是一年两年呢 两个人已经谈了快七年了 可是 由于这个李欣慈不满意 李小五这个女朋友家里条件不好 所以呢 他就逼着自己的儿子李小五啊 和这个谈了七年的女朋友分手了 但是 李小五这个人呢 是很本分的 一直啊 想成个家 为了筹钱 他开诊所 谈对象 竟然呢 瞒着自己的母亲 用房产呢 做抵押 向这个担保公司 带了十万元 可是啊 由于这个牙锁啊 被母亲呢 给这个逼的关掉了 贷款到期之后 没有能力归还了 所以只能啊 把这房子也卖掉 去还债了 当时 母亲李心慈 得知这个事情之后 那是相当的愤怒啊 另外呢 那边那个情人老赵 一直没有离婚 也让李心慈啊 感觉到人生绝望了 他就渐渐的 感觉生活没有希望了 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了 那一天呢 李心慈哭着 跑到儿子的房间 拿着这个耳机线 勒住自己脖子 哭着喊着说 我不活了 我不想活了 话说李小五看到 面前自己的母亲 做出这番举动了 他突然之间脑袋一热 想起啊 自己这二十几年的成长经历 觉得本来好好的日子 就被母亲呢 生生给毁掉了 他觉得如今呢 所有的一切 包括欠下贷款 包括和自己 谈了七年的女朋友分手 他觉得所有这些呀 全都是自己的母亲 这个李心慈 最终啊 做出的这个决定 影响的 想到这些呀 这儿子李小五的心理呀 也已经啊 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了 可以说 当时他这个心态呀 也已经扭曲了 扭曲的心灵呢 就使得他看到自己面前这个母亲 拿着这个耳机 勒住自己脖子的举动 当时啊 这个李小五啊 大脑一冲动 就上去呀 拽住了 这个耳机线 狠狠勒住自己母亲的脖子 就这样 母亲李心慈 很快就在儿子的手中 断了气了 要不就句话叫做冲动式魔鬼呢 在冲动之下 李小五啊 就把自己的母亲给杀害了 看到面前 已经死去的 自己的母亲李心慈 他这时候啊 猛然清醒过来了 可是一切呀 为之万一呀 李小五这时候就把自己的母亲 抱到了床上 然后呢 他把自己母亲的衣服啊 全部都进行了更换 把自己啊 家里边 母亲最漂亮的 那个衣服和裙子 穿在了母亲的身上 随后啊 李小五驾驶着租来的车 就把母亲的尸体 带到了废弃的采石厂 当时啊 李小五就把那汽油 倒在了已经死去的 母亲的身上了 他望着 面前的母亲的尸体呀 心中是感慨万千的 想着这些年来 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可是此时此刻 母亲剩下的 却是一具冰凉的尸体了 他知道 现在做什么已经没用了 所以呢 他决定啊 把自己的母亲的尸体 进行焚烧 他在点火之后啊 在这个火光之中 扑通跪在地上 给母亲的尸体 磕了丧项头 随后呢 他转身呢 就离开了 回到家中之后 李小五给自己的姨妈 打去电话 当时啊 这姨妈就问李小五说 有没有见到她的母亲 而且呀 这个李小五呢 还用母亲的手机啊 给那个老赵 发起了短信 其实这一切呀 只是为了掩盖 他杀害自己母亲的 犯罪事实 话说呀 就这样 李小五啊 把自己的母亲亲手杀害了 最终啊 他也得到了自己 应有的下场啊 2009年12月12日后 湖南省衡阳市 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啊 接到了一个报案 怎么回事呢 这个报案的人呢 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他说 这个发生案件了 死人了 死的人呢 是他老婆 话说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一进到派出所 就跪倒在地上通哭啊 一边哭啊 一边啊 在这个地上 不停的呀 拿头撞墙 这也使得警方认为 哎 这一看 这老头啊 和他老婆的感情 一定是特别好啊 接到这个老汉的报案 警方就和老汉 老汉呢 来到了他的家中 警方一查 发现呢 死者的这个房间呢 非常凌乱 走进去呢 就看见这名死者 躺在床上 面目全非 那头和脸呢 都已经被凶肿砸了呀 看不出原来的面目了 起初警方呢 一线到现场的情景 就认为呀 这名死者呀 很可能是被凶手 入室抢劫杀害了 随后警方又进行了调查 就发现这名死者的家中啊 非常的穷困 可以说呀 由于这么贫穷 那你说哪个凶手 这么不开眼 会来这么贫穷的家里 去抢钱呢 谁也不会到这一穷二白的 死者家里杀人呢 约祸呀 所以警方啊 如此看来呀 觉得这名死者 很有可能呢 是被凶手啊 报复杀人了 所以凶手 下手十分残忍 对死者的面目啊 进行了无形的摧残 死者的脸呢 被砸得面目全非 随后呢 警方啊 就开始对死者的邻居 进行走访了 经过一番调查 警方发现 死者的名字叫做萧书远 当这个邻居们呢 听到死者 萧书远遇害了 所有人的第一时间的反应呢 让警方感觉到非常诧异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邻居老百姓 一听说 萧书远被人杀害了 全都拍手叫好 没有一个人同情他呀 警方调查 这个老百姓 就表示说 这个萧书远虽然是个女人呢 可是个女人 在他们村子里啊 横行霸道了 接近二十年的时间 从嫁过来之后啊 就没让这些村民们 过过一天安生日子 说这个萧书远 简直就比那村霸呀 还让他们害怕头疼 这时候呢 这些民警啊 看着这些老百姓和村民 全都是义愤填膺 充满了对这个死者的愤怒 警方这时候也知道了 可能啊 在这个村里边 从这些老百姓的口中啊 问不到一些 什么和萧书远有关的事情 所以呢 只能回到派出所 去问死者的丈夫 也许是报案的 那个老头陈安德了 民警回到派出所之后啊 却发现了一个疑点 为什么呢 就是 民警发现 这老头陈安德呀 在这个报警 前前后后的反应 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呢 当时这个老头陈安德呀 来报案的时候 他是痛哭流涕 还在地上 不停撞头啊 当时啊 民警都认为 这陈安德 是不能接受 妻子遇害的事实 可是呢 民警却意外的发现了 这个陈安德呀 在民警离开之后 就再也没有露出 那伤心欲绝的表情了 而且呢 这陈安德呀 就在这个派出所凳子上 呼噜呼噜 打着呼噜 睡着了 可以说 陈安德 以前一后的反应 太过明显了 谁让民警啊 就对这个陈安德 展开了这个 欢迎 然后就展开了询问 经过一番询问 没过多久 陈安德 就承认了 正是他 杀害了自己的老婆 萧淑渊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陈安德 为什么如此残忍的 杀害了他老婆 萧淑渊 陈安德 告诉警方 说这个 案件背后的故事啊 要从二十年前 开始说起了 他说呀 二十年前 这个陈安德呀 刚好是四十岁 当时这个陈安德的老婆呀 并不是死者消除员 消除员只是陈安德 娶的第二个老婆 陈安德 第一个老婆呀 当时因为患有癌症 去世了 给他留下了 两个女儿 和一个儿子 由于当时孩子呢 比较年幼 陈安德呢 又是每天呢 都在这个煤矿上上班 他就想着呀 再娶个老婆 能够帮他呀 照顾一下孩子 之后 陈安德呢 经过没人介绍 就认识了死者 消除员了 这个消除员呢 当时也结过一次婚 还有一个儿子 不过消除员 看起来呢 年轻漂亮 陈安德呀 还觉得这个消除员 和他在一起 那是一个 消除员吃了亏了 没想到呢 两人呢 相处不过两天的时间 消除员就向陈安德 提出了 结婚的 这个 事情了 陈安德一听 这么漂亮的女人 哎 要和自己结婚了 自然呢 是喜不胜收啊 没想到 陈安德呀 以为 这是马上要过上 老婆孩子 热炕头的生活了 可是 第二天 陈安德的想法呀 就被无形的现实 打破了 为什么呢 这个消除员 嫁过来之后 马上就暴露了 他真实面目了 为什么呀 消除员这个女人 经常在这个村子里呀 小偷 小摸 横行霸道 这村民们一看 这有女人 这么这个霸道 所以呀 就想找消除员 进行理论 可是没想到 这有女人呢 不但在这个村子里 小偷小摸 还会打架 而且 村民就发现了 这女人打架呀 还挺厉害的 这样 就让村子里 这些村民呢 都不愿意招惹她了 陈安德 知道自己这个老婆 消除员所做的事情之后啊 就劝自己老婆说了 哎呀 你不要在这个村子里 再进行这些 小偷小摸的这个事情了 而且你不要老跟别人打架呀 你不能老欺负别人呢 可是 消除员听到自己这个老公 陈安德所说的 根本呢 就不听她的话 后来这个消除员呢 还让陈安德的三个孩子 早早的辍学出去打工 陈安德可以说对消除员呢 是丝毫没有办法呀 陈安德的小女儿啊 在外面打工 每次要发公司钱 这个消除员呢 就会提前去到这个厂子里 把陈安德女儿 那些公司啊 先给领了 而且消除员呢 专门用这些钱呢 去补贴 他自己和他那个儿子 所以呢 这就导致了 这个消除员 和他亲生儿子 过得很好 可是 陈安德和他三个儿女 可过得甚至艰难呢 陈安德就看着自己这个老婆 如此的欺负自己的小女儿 一向老实的陈安德 也没有办法了 老实人也寄眼了 就和这个消除员 提出了离婚的要求了 他心想啊 这种日子 还不如他当初 自己和三个儿女 单独过日子 就算那个时候的日子 苦一点 难一点 也比和现在这个消除员 在一起要好啊 没想到 这消除员听到 陈安德提出离婚的事 直接就狮子大开口了 威胁陈安德了 哼 你想和我离婚 好 那你呢 给我拿十万块钱 陈安德说 十万块 我哪有那么多钱呢 哎 不想答应 这个消除员呢 这种屋里的要求 消除员一听 就和陈安德说了 哼 你要是不给我拿着 十万块钱 我告诉你 我就把你全家 四口人给害了 陈安德一听啊 心里边是万分无奈呀 但是 他根本拿不出 这么多钱呢 所以啊 只好 就把这个事啊 给算了 至于 消除员所说的 要害他全家四口人 这个事啊 这句话呢 就被陈安德 当成了气话 他以为啊 也就是自己老婆 消除员 放了一句狠话而已呀 然而 陈安德没有想到的是 他这个老婆消除员呢 却把他说过的话 一直放在心里呀 在2009年的时候 陈安德 因为除了意外 住院了 当时啊 需要做手术 那你说做手术 就得需要钱呢 可是啊 他这个老婆 消除员 却一分钱都不出 甚至呢 当陈安德 住在医院的时候 他连医院呢 都不去一趟 陈安德的手术费 也全是他三个儿女 凑的钱 陈安德因为这件事 算是彻底啊 对消除员 憨心了 陈安德手术 成功了 最后 身体也恢复了 他出院后 第一时间 就是对这个消除员 提出 离婚的事情了 没想到 这一次啊 消除员 不像第一次 他提出 离婚对他的威胁 反而呢 是向他认错 表示啊 会好好地 改过自信 消除员 又对这个陈安德 是嘘寒问暖 又向他 为之前的事情道歉 这陈安德是老实人呢 一时之间呢 就感觉自己这个老婆 对自己又恢复了 这样的一个温存 他也不好意思啊 再提出离婚的事了 可是 让陈安德 没有想到的是 这消除员 趁着他不注意 给他做了一锅 放了毒药的营养粥 给他吃 当时啊 消除员把这个粥 放在了桌子上 陈安德一看 哎 这老婆对自己 是越来越好啊 还给自己煮粥吃 心里非常开心 但是啊 他觉得这个粥呢 有一些热 他想等这个粥啊 冷一点再吃 没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只鸡啊 无小不小的 就扑到这个桌子上 把这个粥啊 就给打翻了 然后这个鸡啊 就把这个粥给吃掉了 可是呢 没想到 过了不一会儿 这只鸡啊 俩腿一蹬 躺在那里 是一动不动了 这安德这时候 才知道 这周里是被自己老婆 消除员 下了毒啊 他没想到 这个女人呢 真的是 蛇蝎心肠啊 他还以为啊 消除员呢 是真的改过自新了 万万没想到 这是想让她去死啊 陈安德没有办法 十号提出 和老婆消除员分居了 可是他又没想到 这时候呢 他这个老婆 消除员 又尸子大开口了 他对这 陈安德说 嗯 你想和我分居 那行 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陈安德说 你又让我答应你 什么要求啊 我可没有你说的 十万块钱 消除员说 我不用你十万块钱 我跟你说 陈安德 你呢 不是有七百八十块钱的 退休养老金吗 一听这话 陈安德说 是啊 我是有着七百八十块钱 退休的养老金呢 这时候 消除员说了 好 你既然想和我分居 你每个月 从你这个养老金里 给我拿七百元 什么 给你拿七百元 那 那以后 我们怎么生活 哼 你们怎么生活 我告诉你 陈安德 我不管 既然你不管我了 就得给我钱 哼 你要是不给我这七百块钱 我告诉你 今后 我要把你全家四口人 全都毒死 话说呀 这消除员 要让陈安德 把七百八十块钱 给他七百元 留给自己八十块 那你说 这让陈安德以后 怎么过日子呀 但是 他一想到自己老婆 消除员的 这番恶毒的话语 他知道 这个女人哪 什么事 都可能做得出来呀 所以 他就感觉这件事情 围绕在他的心头 让他的生活呀 可以说是 痛不欲生啊 他为了摆脱 消除员 这个恶毒的女人 最后啊 陈安德呢 还是照做了 就把自己退休 杨老金呢 给了消除员 七百块 心想 就当是花钱 买安宁了 时间来到了 十二月十一号 那一天 也就是 消除员死的那天晚上 当时老头 陈安德呀 喝了一点酒 他想呢 给大女儿啊 盖一间房子 但是他这个钱呢 全都在 消除员那里 心想啊 没有办法 就得找他这个老婆 让他呀 还他一点钱 于是 他就找到消除员 就和消除员说了 消除员呢 我女儿啊 以前呢 很多钱都被你给领了 现在呀 我这些养老金呢 生活费也都在你手里 我想给女儿啊 改一间房 你看 能不能 拿一笔钱出来呀 一听这话 消除员 直接就一口拒绝了 表示说了 没钱 一分钱都没有 但是 陈安德 却看得清清楚楚啊 因为消除员的侄子呀 刚刚还了的一笔钱 消除员甚至啊 都看到 他看到了 他侄子还钱的事 但是 消除员 就是睁着眼睛 说瞎话 不还这个 陈安德的钱 就这样 陈安德 在一气之下 就拿起了身边的 那把锤子 然后 他带着满心的愤怒 吸压了二十几年的 这种痛苦 朝着 消除员的脸上 狠狠就 砸了下去 就这样 他把这个 消除员呢 砸死在了当场 但是 讽刺的是啊 警方后来呀 从消除员的银行卡里呀 发现了二十几万的积蓄呀 你们说 这消除员可从来没有上过班 想也知道 这些钱 都是从哪里来的 就是从 陈安德 以及 他的慈女身上 一点一点 搜刮而来的呀 话说呢 陈安德村里人 得知是陈安德 把消除员杀害之后啊 一开始大家都不敢相信呢 这个老实人 怎么会这么做呢 得知 这个事情是真的之后啊 村里上百个村民呢 联名上书 希望警方能够从轻出发 最终呢 因为消除员 在这个案件当中 有着重大的过错 陈安德最后呢 被判处了 无期徒刑 2015年12月7号早上6点 江苏省淮安市淮音区 吴里镇的顾师傅啊 到他的养鸡场去上班了 当时呢 天还有一点黑 这鸡棚里是灯火通明啊 顾师傅检查了一遍 就发现呢 有一个鸡顺的漆黑一片 顾师傅就觉得呢 应该是鸡顺里的线路 出了什么问题了 于是他走进鸡舍呢 就去做检查了 可是走到鸡舍里面时候 顾师傅就发现 在这个炉子旁边啊 躺着一个人 眼前的情景啊 把顾师傅吓坏了呀 他不敢查看呢 躺在地上是什么人 一路小跑了 就出去撼人了 顾师傅跑出去 首先找到的是鸡舍的老板娘 吴方 吴方听到顾师傅这么一说 赶紧来到这个鸡舍里 试着把躺在地上人给拉起来 可是这米拉 大惊失色呀 大惊失色呀 就发现呢 躺在地上这个人 手脚已经僵硬 人也停止了呼吸 吴方啊 是抱着这个人尸体 大声痛哭起来了 原来这个死者呀 正是老板娘 吴方的丈夫胡贵 也就是这家鸡棚的老板 吴方啊 检查过丈夫的尸体 胡贵呢 挡在了这个火炉旁 部分身体已经被这炉火 给烧焦了 起初吴方就意味呀 丈夫往火炉里放贪的时候 不小心跌到头 磕碰在这个火炉上 才造成的死亡 在检查鸡舍外边时候 吴方这时候发现呢 家里一段鸡饲料在外面 那正常情况下 鸡饲料啊 是要放在鸡棚里面的 以防风吹日晒变质啊 而且昨天晚上下班呢 他并没有看到 这段鸡饲料在外面 这很明显 只有人晚上啊 把鸡饲料扔在了外面 他知道 自己的老公胡贵呀 不可能这么做 这应该呢 是有外人来过 他觉得这个外人呢 应该和他老公胡贵呀 他的死有关系 鸡棚里的工人都在说呀 老板被火烧死了 吴方啊 检查过现场之后 对员工就说了 我们家老胡不是被烧死的 是被人谋杀的 大家不要乱说 最后 吴方赶紧拨打电话报警 民警啊 来到现场调查胡贵的死亡原因 发疑 检验尸体之后 这才发现呢 胡贵的颈部 有两处伤口 但是呢 都不足以呀 造成死亡 胡贵真正的死因 是机械性 窒息死亡 警方根据嫌疑人留下的足迹 判断嫌疑人进来的时候啊 走的不是正门 而是从鸡棚外面 栏盖的一个缺口处 进入鸡市的 民警呢 调查了胡贵死亡前后 主要路口的监控 就发现呢 距离鸡棚 两公里出的一个路口啊 出现一名 走路很是慌张的男子 这名男子呢 一边走 一边吃东西 走到 有监控的地方啊 这名男子呢 会用手啊 遮挡住他的面孔 由于天比较黑 再加上这名男子 一直在躲避监控 所以没有办法呀 看出他本来的面目 从监控画面的情况来看 这名男子的表现非常可疑 根据案发现场所留下的线索 嫌疑人呢 有很高的反侦察能力 有可能是故意把鸡死料放在外面 造成呢 锦棋鹏偷鸡死料的假象 民警对死者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胡桂夫妇啊 是四川人 刚开始时候呢 是无方一个人承包了养鸡厂 案发前几个月呀 在外地打工的胡桂呀 辞去了工作 帮助妻子打理起养鸡厂了 养鸡厂工人说 胡桂来养鸡厂时间并不长 每天都是忙于工作 很少出门 几乎呢 都不与外边人来往 应该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呢 无方说呀 他们呢 也没有和别人有过经济纠纷 做生意借钱 都是找自家的亲戚 亲戚呢 也从来没有催过让还钱 他说自己的老公 胡桂啊 老是本分 从来不会大声说话 也没有与人呢 发生过矛盾 鸡厂里的灯呢 整晚的都是亮的 监控显示 胡桂死亡的鸡厂 在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 关了灯 民警推测呀 关灯的时候 就是胡桂的死亡时间 民警觉得 嫌疑人应该对鸡棚的环境 很是熟悉 很有可能 就是鸡棚里的内部员工 这时候 养鸡厂员工 向民警就透露了一个线索 说之前有一名员工的 名字叫做于平 几个月前 于平和老板娘吴芳 发生了很大的矛盾 2015年中秋军 于平呢 就离开了养鸡厂 案发十天前左右啊 于平又返回了养鸡厂 再次和乌方 就发生矛盾 工人们都知道 老板娘和于平 发生了矛盾 但是并不知道 发生矛盾的原因呢 是什么 民警呢 问吴芳 为什么和于平 发生矛盾 吴芳就说了 于平把自己负责的 鸡棚温度调得过高 导致很多鸡苗死亡了 说给机场啊 造成了近万元的损失 当时因为生气 就和这个于平吵了架 吵架之后 吴芳就把这个于平啊 赶出了机场了 吴芳说 这是于平犯下的错误 自己骂他也是应该的 感觉于平呢 不会为了这件事情 去杀人 觉得呀 他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民警呢 就问吴芳 有没有怀疑对象 吴芳说没有啊 说自己和丈夫 都是老实本分的人 想不起来得罪过谁 会让丈夫 遭到杀身之祸呀 民警呢 继续在监控视频之中啊 查找嫌疑人的线索 12月7号早上8点钟 警方发现 嫌疑人在公交车上出现 下车的时候啊 监控拍下了一个清晰的背影 经过一个路口之后 嫌疑人消失在监控的盲区 民警呢 就让吴芳啊 辨认嫌疑人身份 吴芳就说 嫌疑人的发型和身材呀 都很像于平 但是由于拍下的是备用 吴芳说 不敢确定 是不是于平 吴芳说 于平最后一次出现在鸡鹏 是2015年11月30号 说之后呢 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于平了 吴芳拨打了于平的电话 于平的手机显示是关机状态 吴芳呢 又给于平的前妻呀 拨打电话 问这个于平呢 在不在他前妻那里 可是前妻说呀 于平呢 根本就不在他这里 说几天前 于平和他说去淮安了 于平的前妻也说他在淮安 看来于平的协议很大呀 为了做进一步的证实 民警就提取了协议人 留在现场的DNA 与于平之前 在工厂工作室留下的DNA 进行比对 这一下子确定了 犯罪协议人就是于平 听闻杀害老板呢 是于平 养鸡厂所有员工 全都感觉了震惊啊 为什么呢 在他们的眼中啊 这个于平 是养鸡的一把好手啊 工作上犯一点错误 被开除了也不算什么呀 凭于平的技术 他不愁找不到高薪的工作 怎么可能会为这点事 而去杀人呢 2015年12月11号 躲在山东老家的于平 被民警抓获了 归案之后啊 于平对自己的罪行是 共认不讳 于平说了 2015年12月6号下午 他去淮安进货 吃过饭 他喝了一点酒 这时候啊 天色已经晚了 于平当时呢 不舍得花钱住旅馆 想到鸡鹏啊 就在附近 由于这个机舍里非常暖和 于是呢 于平就想去这个机舍里呀 注意呀 于平之前和老板娘 无方吵架 曾经说过 再也不来鸡鹏的话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自己 于平就瞧瞧了 从这个鸡鹏的栏杆的一个缺口啊 潜入到了鸡舍之中 进入鸡舍里的时候啊 他刚好就碰到了 在吃夜班的狐桂 狐桂呢 就把于平当作是偷鸡饲料的 拉着于平就打呀 由于当时于平喝了一点酒 在打斗之中 他失手啊 就把狐桂给掐死了 之后 于平呢 腰在狐桂的脖子上 垫击了两下 就把狐桂的尸体啊 拖到了葫芦旁 为了转移视线 于平把一袋鸡饲料 丢到了鸡棚外 就造成 嫌疑人呢 是进入鸡棚偷鸡饲料的假象 于平说 他是由于酒后失手 杀害了狐桂 但是对于这个说法 死者的老婆吴芳 表示不认可 吴芳就说了 于平是在战俘死后 用电机 又用火烧的 明显 甚至有意而为之啊 鸡棚呢 就做了进入的调查 终于呀 就揭开了于平的杀人真相 事情的起因呢 远于吴芳和于平 一段不为人知的婚外情啊 话说2010年 于平在山东老家 办了一个养鸡场 生意相当红火呀 吴芳在网上 看到了于平的养鸡技术 就从四川 慕名来到山东拜师 于平当时刚刚和他的前妻离婚 吴芳兴致比较开朗 让于平感觉到不再苦闷 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就产生感情了 于平啊就把自己的养鸡技术 对这个吴芳可以说是倾囊相守 于平这个人呢 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他喜欢在胡这个酒后啊 胡说八道 自从和吴芳有了不正当关系之后 于平经常在酒后 对养鸡场的员工 说他和吴芳有不正当的关系 还说呢 曾经拍下过吴芳的照片 所以吴芳啊 对于于平的酒后胡说 感觉到非常的反感 自从吴芳学会了养鸡技术之后 他就离开了于平 独自来到淮安呢 承包了一个养鸡场 后来于平的那个养鸡场啊 由于经营不善倒闭了 赔了一百多万 鸡场倒闭之后 于平就找到了吴芳 说想在他的养鸡场里工作 吴芳说了 你技术那么高 我可给你开不起工资 于平说我不要你工资 我只是想给你帮忙 当时有个老板呢 在淮安承包了一个鸡场 就让于平过去管理 说赚了钱给于平分红 于平没有同意 执意的要留下来 帮助吴芳 2015年中秋节 胡桂说呀 要回到养鸡场帮忙 吴芳怕胡桂回来以后 和于平起冲突 就怕于平赶出了养鸡场 离开之后的于平呢 一直忘不了吴芳 2015年11月27号 于平又回到养鸡场了 对吴芳说天气越来越冷 刚出生的小鸡呀不好养 他想过来帮忙 说等天暖和了再离开 吴芳想到于平留下来呢 确实能帮助自己不少忙 就答应他了 11月30号 于平喝了点酒 趁着吴芳不备上去一把呀 就从背后把这吴芳给抱住了 吴芳是激烈的反抗 就挣脱开了于平 吴芳一看 这于平呢 还想对自己图谋不轨呀 西乡四人呢 不能再留下来了 当即就给了于平3000块钱 让他离开鸡棚 说以后再也不要回来了 于平当时也很生气呀 和吴芳吵架之后 他说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2015年12月6号 于平在进货的途中 路过了鸡棚 就看到胡闻啊 和吴芳一起在鸡棚里忙来忙去 他看到两个人恩恩爱爱的情景啊 让他内心之中啊 觉得十分的嫉妒 他想到自己这几年悲惨的遭遇 于平不心的悲从心来呀 案发当晚 于平喝醉了酒 他记住的目的 是为了在鸡棚里过夜 没想到 他进入鸡棚之后啊 就把这个胡棍啊 给惊动了 就这样呢 胡棍啊 看到于平 因为他进来偷鸡 上去呢 就对这个于平啊 进行殴打 可是于平这时候呢 由于喝醉了酒 心里呢 还对这个胡棍 有着那些嫉妒 他呢 也和这个胡棍啊 就动起手了 没想到呢 胡棍啊 没有打过这个于平 反而让于平呢 上去掐住脖子 就把这胡棍啊 给掐死了 可以说 这场悲剧呀 由此就引发了 乌方说 他永远不会原谅于平 因为于平 自己是失去了丈夫 两个孩子 因为于平啊 失去了父亲 而自己的婆家人 更是把吴方 视为仇人 这婆家人呢 就觉得 胡棍的死啊 确实由于 自己的儿媳 吴方 当初的不检点 出为了于平 最终呢 才造成了悲剧 他说 从这个 吴方的表现来看呢 其实这个女人呢 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 她在婚外情的 这个问题处理上啊 也是非常果断的 当断则断 已经和这个于平啊 断了这种关系了 但是 没想到的是的 她遇到了一个难缠的人 这就使得她无辜的丈夫 因此 丢失了性命了 老刘想说呀 使用那些 不正当手段的人 可能会让自己的成功 显得一开始 顺利一心 但是 这样的方式 绝对不会走得太远呢 所以啊 所以咱们这个普通老百姓 一定要学会啊 克制服 自己的欲望 安分守己 最终呢 由于啊 只有于平 杀害了胡桂 她也得到了自己 应有的下场 被法院呢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了 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这公安人员呢 找到了报林聪 问他是不是 给黄美清送过钱 报林聪呢 倒是也承认 但报林聪说了 那钱的事啊 是有这么回事 那钱是我的 但不是我要送给他的 是厂基建科副科长 少梁武 让我送的 到底为什么送钱 他也没跟我说 就是让我送 我就想着 这对于今后 我承包工程来说 太重要了 我也不敢怠慢着 马上就送去了 那天是六月五号 我呢 用张报纸 包好了两万块钱现金 送给了黄小姐 当时是中午吧 他刚吃完饭 接过钱之后 还不停的跟我说谢谢呢 我坐了差不多 也就一分钟 我就走了 哎呀 我真后悔 白送两万块钱 包工程的事 看来也泡汤了 公安人员一听 进一步询问他 那你认为少梁武 为什么让你送钱 给黄小姐呢 哎呀 这个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啊 我也不知道 这说这话合适不合适 我想 少梁武跟黄小姐 可能有那种关系 他想讨好黄小姐 自己呢又没钱 可不就用手里边的权力 让我送钱呗 应该是想达到 长期战友黄小姐的目的 哎 警察同志啊 这这这这事 我不清楚啊 这就是我的猜测 我的分析 这可当不了准 随后警方就立刻 传唤了少梁武 还没等侦破组的 同志们问话呢 少梁武啊 就一五一十的交代了 他的那些 违纪违法事实 原来啊 少梁武在一次工程招标之中 接受了承包商两万元的贿赂 他以为公安找他是为这事呢 以为被人揭发了呢 所以没等问话 一五一十都交代了 还在那不停忏悔呢 我不该接受不义之财 我马上如数退葬 我一分钱也不要 他这受贿案 这算是意外收获啊 不过找他还有更重要的事呢呀 公安同志立刻追问他 还有没有别的事啊 少梁武一听 整个人都懵了 没有了呀 没有了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让鲍林聪 给黄美清送钱呢 这 这 少梁武 听民警同志这么一说 整个人哪 就呆在当场了 过了好一会儿 这才平静下来 我也能猜到 你们会怎么猜想 我跟黄美清的关系 但凭心而论啊 我跟他 没有任何瓜葛 我更没有不正当的这种两性关系 哎呀 让鲍林聪 给他送两万块钱的事 这时间长了 我这 一时记不起来呀 我 记不起来是吧 没关系 来 喝点水 好好的想一想 就这么着 侦破组的侦察员 就跟少梁武在那耗着 两个小时之后 少梁武啊 嘴唇哆哆嗦嗦嗦的 这才提出来 要交代问题 事到如今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送两万块钱给黄美清的 不是我 是财务科长 汪乌虫 让我给鲍林聪 做工作送去的 至于 汪科长 为什么要给他送钱 我也不知道 汪科长 也没跟我说 哎呀 这黄美清背后 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呀 这个事越来越复杂呀 牵扯的人 是越来越多呀 这线索一条一条的都被拉出来了 这就跟一团乱毛线团似的 这抽出一根来 后边呼呼拉拉的事全出来了呀 尽管侦破组的民警很头疼 但是毕竟有线索 只要有线索 那就能找到杀人凶手 这又交代出来一个汪乌虫 那见见这汪乌虫吧 汪乌虫身材很瘦啊 看上去挺老实芭蕉那么一个人 但是公安人员跟他聊了几句之后 就发现这汪乌虫 远远没有他表面看上去的那么老实 他很有心计 他呀 跟少良武一样 一开始也是支支吾吾 什么也不说 犹豫了一会儿之后 这才交代了接受了暴龄从三万元贿赂的事情 说完之后 如释重负的喝了口茶 以为把这事交代了就没事了 但还是那句话呀 这算是意外收获啊 公安人员需要听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于是直奔主题 汪科长 你还有重要问题没交代呢 对对 我见少良武也被传来了 我猜想啊 是他送钱给黄美青的事 确有其事 但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我跟黄小姐 任何不正当的关系都没有 你跟他没有不正当的关系 为什么给他送钱呢 两万块钱 这可不是小数啊 是有人让你送给他的 还是你自己愿意送给他的呢 这事是我要送他的 为什么送两万 不是因为我跟他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是因为黄小姐神通广大 在称州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 黄小姐跟不少领导都很熟 万一今后想提拔干部 或者遇到什么麻烦了 这不想着让黄小姐去疏通关系吗 真的 这就是我让少良武送钱的目的 那这汪武冲说的事实话吗 公安领导啊 在看了汪武冲的交代记录之后 决定再问一次话 在这一次问话过程之中 民警同志问他 上午跟你谈话的时候 你说让少良武送钱给黄小姐的原因 是因为黄小姐神通广大 跟各级领导都熟 今后万一遇到什么麻烦 要靠他去疏通摆平 你是这么说的吧 对对对 我是这么说的 好 那现在我问你 黄小姐在哪些方面神通广大呢 又跟哪些领导熟呢 过去你们或者你知道的别人 通过他办过什么事呢 呸 这一连串问话跟连珠炮似的 把汪武冲问的是哑口无言呢 这怎么说呀 这一说 这牵涉面太大了呀 我该怎么回答呢 不回答也不行啊 人在公安局坐着呢呀 我还想出去呢呀 这 哎呀 这 我 我 我不该说假话 我也不敢再隐瞒了 让少良武送钱 其实不是我今后 想让黄小姐帮我办什么事 是 是有人让我送的 哎 这一来 这送钱的事更复杂了 感情是少良武让鲍林聪送的 汪武冲让少良武送的 而现在 是有人 让汪武冲送的 到底 这个人是谁 汪武冲说 这是我的顶头上司 让我送的 嗯 那你顶头上司是谁呀 叫什么名字呀 到底 汪武冲的顶头上司是谁 要给黄美青送钱的 是不是他这个顶头上司 有没有别人指使过他这个顶头上司送钱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这事情越来越复杂 这少良武武的上司 涉及好几个人了 其实 科统红啊 已经知道汪武冲被传讯的消息了 一道侦破组跟汪武冲少良武一样 如实交代了接受鲍林聪三万元贿赂的事实 你看鲍林聪啊 为了接到这个工程真是下了血本了呀 这是给谁都送啊 这一下子又是个意外收获呀 不过对于这个意外收获 公安民警也不感觉惊喜了 事先就已经预料到了 接下来最主要的还是要问黄美青的事啊 你让汪武冲送钱给黄美青是怎么回事啊 科统红突然被问这么一句猛的一下子给愣住了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这事啊 哎呀 让我想一想 这有什么犹豫的 坦白从宽 是是是 同志 我坦白 这钱呢 确实是我的主意 我让汪武冲找人送过去 但这钱呢 跟我没关系 不是我要给黄美青送钱 我跟他无亲无故的啊 顶多算认识 是在他们宾馆吃饭的时候认识的 我俩可什么不正当关系都没有啊 我俩没有任何私底下的来往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送钱呢 不是我给他送的 是我的顶头上司让我送的 啊 哼 又一个顶头上司 汪武冲说 是他的顶头上司让他送的 你是他的顶头上司 那你的顶头上司是谁啊 副厂长 丁多生 侦破组的民警一听 行了 行了 我们接着找这丁多生啊 反正这两天也没干别的事 就一个一个见面呗 丁多生被传讯到了侦破组 之前已经接二连三 好多人都被传讯了 那丁多生自然是知道这个事 于是 您各位说了 是不是又有意外收获 哎 这已经不算是意外收获 这算是意料之中的收获 他到了侦破组之后啊 嘿 特别痛快 就交代了受贿三万五千元的事实 公安人员 听完这个之后 行了 咱说点正事吧 为什么给黄美清送钱呢 一听这事 丁多生 跟柯统红汪物虫他们一样 脑门子上的汗 哗哗就下来了 嘴巴闭得老严实了 一个字也不说呀 公安人员呢 也不着急 跟他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的 讲呗 聊呗 聊了一个小时之后 这丁多生 可能是想通了 不是我要给黄美清送钱的 真破组民警一听这话 嘿 这台词 我太熟了啊 听这些个遍了 说吧 是你顶头上司吗 不是 哦 不是顶头上司 那是谁 是我上司的上司 哎呀 这不还是上司吗 那到底 上司是谁呀 叫什么名字呀 哪个单位的呀 丁多生啊 彻底不说话了 甭管再怎么跟他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的讲 劝 人家就是不张嘴 实在没办法 审讯工作 暂时中断了 因为涉嫌到 经济犯罪问题啊 这真破组呢 毕竟不是管这事的呀 又把相关的案情 向检察机关 纪检部门 做了通报 这些人的经济违法问题 也引起了检察机关 和市纪检委的重视 他们呢 也相继派出人员立案调查 他们也都受到了处分 当然 这跟咱们这起案件 没有关联 咱们不多说了 反正自从黄美清 遇害之后 这陈州市南街 本来就很繁华 人就很多 这一回呀 黑人更多了 怎么呢 出这么大事 好些个来看热闹的 想看看 那开源大楼 那屋子被烧成什么模样了呀 也有的呢 想来这儿 跟黄美清的街坊邻居们 打听打听 到底怎么回事啊 每每涉及到美女 还有官员的话题 大家呀 就优为上心 特别感兴趣 来的人多 大伙不就互相问 互相打听吗 有一个男青年就问 哎 听说被杀死那女的 特别漂亮 你见过吗 旁边呢 也是个男青年高个子 没见过 我也不认识 哎 我也听说了 说她长得特别漂亮 这叫什么呀 这叫红颜薄命 我往心来都是这样 红颜薄命 都什么年代了 哎 这事啊 你不知道了吧 漂亮女人 追求这种女人的人多 哎 我敢肯定 这女的呀 就是争风吃醋之下的牺牲品 哎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啊 那天晚上 我路过这儿 看见消防队员 在玩命的救火呢 在楼底下呀 一个男的哭得可伤心了 在那说不得了了 死人了 我就猜想啊 他一定是个知情者 要不然 消防员还救着火呢 他怎么知道屋里边有人没人 他怎么知道里边死人了呀 再者说了 要陌生人出了事了 他为什么哭啊 这俩男青年 还在这嘀嘀咕咕的八卦着呢 这时候啊 穿着便衣的侦察员 可听见了 同志 跟我们走一趟吧 于是 把那个高个的男青年 就叫到了侦破族 刚才你们的讲话 我都听见了 我们正在寻找线索呢 李正尽快破案 请你把那天晚上 哭的那个人的体貌特征 仔细的回忆一下 侦察员一边跟他说着 一边特别热情的招呼他做 给他倒了杯热茶 这小伙子呀 姓吴 这小吴呢 是个特别有正义感 这么一个热血青年 一看 自己也许能帮助破案 于是就跟警察说 那男的呀 个头不高 顶多不超一米七啊 年纪看上去五十来岁吧 他哭完了以后 就朝文化路走过去了 正好跟我是走同一段路 我俩一路走到了文化路的 那个岔路口那儿分开的 其实当时我就好几回想问他 是不是他烧的这房子 但我见他哭得那么伤心 我也没开口 那你再想一想 他还有什么特征啊 比如口音呢 穿的衣服啊 肤色是黑还是白呀 这小吴呢 仿佛是在那思索着 也没有马上回答 琢磨了一会儿 突然一拍大腿 我想起来了 想起来什么了呀 上期节目啊 咱们说到了 有一个热心的小伙子 姓吴 这小吴呢 跟警方反映了一个情况 说案发那天 他呀 路过现场这儿 看见消防员在救火 有一个男的哭得特别的伤心 所以呢 这小吴就认为 这个男的应该是知情人 这个人呢 身高不超过一米七 年纪五十多岁的样子 随后民警就问小吴 他还有什么特征啊 比如说话的口音啊 穿什么衣服啊 呃 这皮肤是黑还是白呀 这小吴呢 也没马上回答 他也得想想 毕竟就见了那么一面 想了一会儿 突然一拍这大腿 我想起来了 这人呐 我好像在电视里边见过 呃 就上个星期的事 我还见他上过陈州新闻呢 我想他要不是领导干部 要不就是什么模范人物 要不人家能上电视吗 专案组的民警一听 这可太好了 这是关键的线索呀 立刻就派人跟陈州电视台联系 很快上一周的陈州新闻的这录像带就借过来了 一盘一盘的播放 从头到尾在那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的看 这小吴呢 这小吴呢 就跟民警一块在那看电视 当这电视播放到10月6号一则新闻报道的时候 这小吴一指这电视就是他 那是谁呀 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一个人 这个人叫黄大康 这黄大康啊 在当地那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是湘南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党组书记总经理 兼陈州烟厂厂长 大家都知道这烟草集团 这好单位啊 这黄大康人家是董事长啊 黄大康也就是之前咱们说的 那丁多生单位的领导的领导 摸到这条线索之后 是无比的兴奋 当然也很震惊 这是重要线索呀 这为侦破案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而震惊的是 这么一个在陈州市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这会跟黄美清的死有关联吗 侦察人员呢 也将信将疑 毕竟小吴就看了那么一眼 也不能确定就是黄大康 为了慎重起见 决定啊 先不接触黄大康 先传讯丁多生来进行核对 这丁多生到了公安局之后 警察就问他 今天呢 还是继续昨天的老问题 你说让你们送钱的人 是你上级的上级 那他到底是谁呢 这丁多生啊 就是咬紧牙关 说什么也不愿意交代 我还是不能说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能说 你上级的上级 不就是黄大康吗 公安人员 直接把这名字就点出来了 一听到这三个字 丁多生的脸色 瞬间惨白惨白的 警察这么一看 行了 看来这是说中了呀 一个在湖南全省 都响当当的董事长 怎么就跟黄美清有关联呢 既然警方已经把 黄大康的身份点名了 这丁多生啊 也就不再隐瞒了 他跟警方说 黄大康在我们单位 微信极高 他有头脑 让公司的经营效益 也不断提高 他平时啊 放着奔驰轿车不坐 甭管晴天雨天 都是骑着一辆自行车上班下班 他艰苦奋斗 以身作则 有口皆碑 94年 他调来我们单位 他不是靠拉关系清云直上的 而是从财务科长到副局长 局长一步一个脚印上来的 他的太太叫福泰珍 是陈州水电局副局长 他们俩是男才女才 男的也有才 女的也有才 星期天的时候 还经常能看见董事长 挽着妻子的手 在大街边上 一边走着 一边说笑 可甜蜜了 我也在想 他怎么会跟黄美清 有瓜葛呢 所以 我一直不敢怀疑到他头上 听丁多生这么一说 这黄大康的作案嫌疑越来越大 因为黄大康在陈州 这是级别很高的领导干部 又是著名的企业家 于是专案组呢 把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 市局领导又马上请示了陈州市委 问是不是可以传讯黄大康 市委书记啊 当时就回复说 坚决支持公安机关办案 只要对破案有利 甭管牵涉到谁 都应该无条件的 接受公安机关的调查 就这样 黄大康被传讯到了侦破组 黄大康那年54岁 个子不高 1米65的个头 也许人家呀 是会保养 平时呢 生活条件也好 所以看起来呀 不像是54的 挺显年轻的 他呢 没有当时一般领导干部的那个腹态 看着挺接地气这么一个人 不过一看他那眼睛就能看出来 他的内心世界很丰富 这是一个非常老道的人 叫到专案组之后 这民警也直接跟黄达康撂了底了 黄总 今天把您叫过来 可能您心里已经明白了 就是因为黄美青被杀案 警方呢 一方面得直接问询 另一方面呢 也得让态度啊 措辞啊 委婉一些 听警察这么一说 黄大康的脸色 抓就沉了下来 右手啊 下意识地用手指就在那轻轻地弹这桌面 这就说明此时此刻黄大康内心极其不安 但他很快就震静下来了 离开座位 自己倒了杯开水 润了润喉咙 继续说吧 你们要我提供什么情况啊 黄总 请您先把和黄美青的认识过程 平时的交往 还有近一段时间的来往说清楚 好的 说实话 黄美青被杀 我很痛苦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柜子手 太狠毒了 希望你们尽快破案 他毕竟是我们企业的职工 而且这么年轻 这让我如何向他父母交代啊 说完这句话之后 这黄大康还是摆出来领导的那个架势 停顿了一下 然后就接着说 那是九七年七月份的一天晚上 我在宾馆呐陪客人就餐 不知道是谁安排黄美青一起陪饭 我呢就多喝了几杯喝醉了 有人把我扶到宾馆里面休息 等我一觉醒过来 发现黄美青坐在床边用毛巾 给我热敷呢 我当时很感动 连声的跟他说谢谢 黄美青就说呀 这没什么 谁没个头疼脑热的 说话的那个样子 一点也不做作 我就又说 要是我有像你这么一个女儿就好了 他就说 您这么大的领导 我做您女儿配得上吗 我说你年轻 漂亮 有文化 我可没福分 有你这么好的女儿啊 结果这美青就说呀 您要是看得起 我就做您的干女儿吧 后来呢 这美青 就跟我叫干爹 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照黄大康自己说 他跟黄美青之间 就是清白的干爹干闺女的关系 那事实果真如此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黄大康啊 跟警方说 他跟黄美青 是干爹干女儿的关系 黄大康说呀 他跟我 叫了声干爹 弄得我还怪不好意思的 从内心上来说吧 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 天真活泼的女孩 从那以后 凡是来宾馆 陪上级领导吃饭 美青呢 就主动来倒酒 我希望他进步 想让他来办公室当秘书 后来也怕别人 有疑心 我就放弃这个念头了 我曾经啊 跟他们厂领导有关人员 通过气 准备把他送到美国培训 回来把他调到销售公司 可哪知道 他就被害了 黄大康 在这边讲述着 他跟黄美青的故事 这时候啊 又有侦察员走进来 秘密的说 通过在电信局调查 黄大康1997年9月 在电信局买了一部爱立信 788型手机 您各位前两期节目 要是关注细节 应该对这型号并不陌生 这部手机 当时价值9000多元 跟黄美青的手机是一样的 掌握了这个线索之后 警方又开始向黄大康提问 黄总 您能不能简单一点 您跟黄美青 到底有没有不正当的关系呢 这个没有 绝对没有 我们仅仅是干爹和干女儿的关系 这个事情啊 我可以拿人格担保 那10月10号晚上 黄美青被害之前 您在哪呢 那天 我白天在单位研究工作 晚上在今夜大酒店 陪客人吃饭 回来的时候 是坐单位的车到家的 你们可以调查 那您去年 是不是在电信局 买了一部手机呢 有这回事 我是给我长沙的同学 王仁义买的 是他的钱 因为邮局我熟 可以优惠一千块钱 那你认了黄美青当干女儿之后 给他买过什么东西吗 自从认了美青做干女儿 我呢 仿佛也就多了一份责任 我知道 他漂亮 气质好 自然是招风引蝶 所以啊 我劝他尽量的少抛头露面 有人找他拍什么电视广告啊 当模特啊 我都劝他别去 一个年轻的姑娘 为挣钱 为名气 活得太累了 他也听我的 至于买东西嘛 是有的 对了 有一回他感冒了 我给他买过苹果 麦片 羊梅干 这些吃的东西 难怪 咱们在说这案子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对黄美青评价很高 说他拒绝了高价拍广告 做模特 感情啊 不是他想拒绝 是干爹教育的结果呀 警方又接着问黄大康 那给过他钱吗 绝对没给过 他每个月工资 有七八百呢 这够用了 再者说呀 我每个月的工资 一分不少的 全交给我妻子 同事们都取笑我 说我是地地道道的 模范丈夫 关于这一点 你们也可以问我的妻子吗 黄大康在跟民警 对答的过程之中 可以说是对答如流 回答的天衣无缝 但是 刚刚在黄大康说 他买手机 是给他长沙同学王仁义买的 在这之后 警方就出去立刻调查 这手机到底是不是给王仁义买的 而王仁义说呀 根本就没这事 这时候侦察人员 也把这个消息反馈了回来 显然黄大康 在刚刚的那些陈述里面 是说了假话了 那么 黄大康对于黄美青来说 究竟是干爹 是情人 或者说 他又是不是 杀人凶手呢 这时候啊 放在警方面前的 还有太多的疑团 但是专案组当机立断 记上心来 黄大康啊 被放了回去 黄大康这一回去 一进屋 可就瘫坐在沙发上了 他的爱人福泰珍 一看见黄大康回来了 也着急呀 因为这福泰珍 知道黄大康被公安局 传讯过去 这一天了还没回来 心里边也不踏实 一看见黄大康回来了 上去就问他 大康 什么情况啊 情况不妙啊 黄大康啊 说的有气无力的 大康 你快说呀 公安都跟你说什么了呀 烦死了 你这贪心的东西 你还问什么呀 你快 把包工头送的钱 还有那些存质 都给我藏好了 我这眼皮老跳 这是要出事啊 福泰珍哪 这一听 吓得也不敢说话了 乖乖的 去找那些 值钱的物件 该藏的藏 而黄大康呢 也迅速进到礼物 从一本书里边 拿出了一什么东西 就往口袋里边塞 正好福泰珍 这时候走进来 照片 于是 这福泰珍 把手就伸进了 黄大康的口袋 抽出来一看 黄美青的照片 福泰珍一看 一切都明白了 吓得脸色苍白 瘫倒在地上 黄大康赶紧把妻子扶起来 泰珍 怎么了这事 你为什么要杀黄美青啊 我怎么会杀她呢 别胡说 没杀她 没杀她 你为什么要把她照片 藏起来呀 一方万一嘛 公安局如果查出来 她的照片在我们这 我是有口也说不清啊 说话的时候 黄大康呢 又悄悄的 把另外几张照片 往背后的那坐机电话 底下塞 福泰珍可看见了呀 眼疾手快一把 夺了过来 一看 有一张黄大康和黄美青 特别亲密的照片 好啊 你背着我跟黄美青 干好事 后来她想和你结婚 你感到不现实 她又老缠着你不放 你怕影响前程 就把她杀了 是不是 你说哪儿去了 太珍呢 你也知道吗 美青是咱们的干女儿啊 这妇女之间 在一起照几张照片 有什么关系呀 你真没有杀她吗 杀了人公安局 会把我放回来吗 你俩之间不正当的关系总有吧 你看这照片 鬼才相信你们没做那事呢 哎呀 我的老祖宗啊 我姑奶奶 什么时候了 你还纠缠小结呀 你真想让我进监狱啊 再晚点就来不及了 行 这回我听你的 过了这一阵 我再找你算账 那什么 除了存折 和送钱的人的名单之外 还有那些东西要转移啊 太珍 我接下来说的话 你记好了 第一 美青是我们的干女儿 我和她没有任何不正当关系 这一点你务必记住 第二 我们没给她买过任何值钱的东西 特别是手机家具 第三 我们没有接包公头的钱 至于转移的东西 什么日记啊 照片啊 这些 不要藏了 现在就烧掉 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抓案组呢 就又把黄大康传唤了过来 别看这几个小时 这趟过来 黄大康明显憔悴了很多 公安人员呢 也是单刀直入 黄大康 还是你和黄美青的事 希望你不要再留尾巴 都交代了吧 黄大康 这才低下头来 沉默了好一会儿 突然呐 叹了口气 黄大康和黄美青之间 到底又发生了怎样的事情呢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